其實只要副市長及以上 開設的指揮中心應變的時候 當時就要問 市長在睡覺嗎 市長為什麼不來啊 市長在睡覺 市長去哪裡 然後就被迫要去 然後去晚了幾分鐘都還要被計算 那請問蔡總統呢 蔡總統上一次在指揮中心 完全不關心地方嚴重的地震災情 如果以正式的一種標準來講 他可以不用去 他去了反而人家麻煩夠人玩 也許他是跟孫昌通電話說 反正我去我都演不好 還要準備大字報還要大讀稿機 你自己演好一點 結果演出又是個酷吏 就是一個冷血無情 完全對地方沒有關係沒有支援 只想要自己高高在上的 把大家踩在腳底下 全部要聽他言聽即從 看他秀 看他表演 那種嘴臉就是完全不是想要協助地方 不是想要協助基層的 樣子就是孤昂玩 看來就討厭的嘴臉 蔡總統真正的關心 其實說真的如果他再出來 恐怕又要失分 每一次的防災政治學 都是看到這些明朗的官員 對於地方的姿態 跟不關心而已 所以他躲著也好 免得出來不知道又要出什麼狀況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還要 Vill